走了哦 又一起放空 60公里回去哦 每天不放空 心里不得劲啊 开始回家了啊 60公里放空 哈喽 兄弟们 早上啊 我是小春啊 今天早上刚刚起床去刷牙的时候 就搞到一搞到这一单了 马上飞崩过来了啊 不过还好啊 不记忆 我发现平台上有一个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你之前接过哪个位置的单 只要这个位置他的单一旦蹦出来了 基本都是你的 结果我一抢还真被我抢到了 又是过来给这个老板拉苹果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后面大车 这个满满一车的苹果 还没开始卸货哦 一会的话就是又是从他这个车上的那个苹果卸到我的车上 好像卸货的地方也是我之前送过的 现在等老板那边他说要后面的车挪一下 那咱们就可以装苹果了 我估计的话又是300箱苹果 它一箱的话也就10来斤 这个东西不重 所以说拿这个苹果是最爽的 早上买的粥都还没吃 等下他把车倒好 让他装货的时候 我们去把早餐给吃了先 车搞好了 就正好屁股对屁股这里 等下他们装苹果就行了 先上车 把我的粥也喝了先 四块钱一碗粥啊 不容易啊 钱都还没赚到 先把早餐先干了先 确定了啊 这车不是很满啊 还有位置的车里面转的也不高 正好啊 转这种话是最爽的 开门开始出发 哇塞 60公里啊 兄弟 我已经等你多来吧 今天由我来为你导航 我是你的好兄弟 小短短 刚出发走了十几公里 发现前面堵车了 然后走进一看 才发现是前面有一个小货车翻车了 造成了事故堵车 所以说朋友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最怕的事情就是每次到了卸货地方之后 打电话给收货的人没接电话 过来这边打了十分钟的电话 终于是有人接通了 正好有人已经赶过来把车倒在那里了 等到卸完就行了 9点钟左右过去转车的 到了地方之后60公里 是1点11分了啊 回家了 开门 走了哦 又一起放空 60公里回去哦 每天不放空 心里不得劲啊 开始回家了啊 60公里放空 Ya